Hello, 歡迎大家又來到鬆仔暖咖啡 今集我想跟大家說一下 上次我們說過二手樓有什麼地方需要注意 如果你買幾十年的屋子的話 今天我想跟大家說一下 買幾十年的屋子也有好處 好, 我們事不宜遲馬上去片 歡迎大家來到鬆仔暖咖啡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LIKE, SHARE, AND SUBSCRIBE 第一樣講講的當然是用料 通常一般二手樓在英國的市場來說 其實它的建築用料都會真材實料少少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現在的新樓為了要控制成本和價格 一般譬如它的磚牆 它就會用一些複合物造成的磚去做 通常它會較為保溫、較為輕身 但亦都會比較單薄, 長身會比較薄 舊樓通常一般都是用一些傳統的磚頭 牆的厚度會比較厚和實正 另外就是通常一間屋的橫樑、木條 現在新樓用的物料 多數都是一些較為輕身的物料 或者是一些壓縮木 但是如果是用一些舊樓建的屋 有很多時候它真的在一棵很古老的大樹 取材出來的木材去做一些橫樑、一些承托 所以它做出來會比較實正一點 而且以前的長身或橫樑、一些構圖 它要承受的重力是要承受 譬如是一些plastering 或者是一些磚頭的建築材料 比較重的東西 比較重身 但現在新型的建築 通常材料都會比較輕身 所以它承受的重量 的stress會比以前低很多 所以以前的房子 建出來感覺上是較為實正一點的 我相信幫開小朋友 找學校的家長們 對校網都不陌生 沒錯 在舊樓區 多數校網都會比新樓區好 為什麼呢?其實很簡單 因為舊樓區 本身是會在一個 比較establish的區域 因為它本身在那個地方的歷史內 一個人口的密度 或者它需要的設施配套 都會比較成熟的規劃 所以多數好的學校 都會在舊樓區較為多 而新樓區不單止學校會比較差 甚至乎有時候根本就沒有學校 正所謂排品好 就自然人品好 當然有一個好的校網區 當然那邊的社區撥套 應該都不會差得太遠 沒錯 一個在舊樓的區域 由於它那個社區 已經是一早已經形成成熟 當區的除了學校之外 例如一些醫療中心 一些醫院 老人家的care home 甚至乎是一些商店街 或者是一些巴士站 的士站 超級市場 各樣的配套都會較為集中 以及較為適合社區 相反如果你是買新樓 甚至是它可能建立了五六年 但因為它始終比較新 政府還未來得及去規劃那些區 那些區暫時只有住宅樓宇 就沒有任何其他配套 可能都要再等三五七年 才會慢慢有巴士站 學校、醫院、超級市場 英國是有規定的 每一個counsel都是一個城市規劃 有多少人住在那一區 那一區就需要有多少間學校 多少公園 多少個超級市場 諸如此類 但由於 它只是剛剛還在發展中的階段 所以你住進去 你可能要等很長的一段時間 才會有一個舊區給你的配套 所以如果剛剛來的朋友 買舊區的舊樓 如果只要那個區本身的環境是不錯的 鄰居都是友善的 或者校網是適宜的話 你會比較容易去適應生活 因為那裡的資源會比較豐富 而且交通也會比較方便 那我現在想說說 舊樓和新樓的性價比 其實這個就不可以說 一定是舊樓好一點 但是舊樓有它性價比高的地方 我們大家都知道 舊樓一定會比較殘 有人住過 可能你進去要裝修一輪 或者有之前的人裝修過的痕跡 你要去抹去 有很多不好的地方 但是舊樓也有一些性價比高的地方 例如你的面積會比一間新樓更大 例如同樣價錢買到的東西 舊樓一般來說 你買到的面積都會大10-20% 除了室內空間大了之外 某一些類型的舊樓 例如一些Victorian style的舊樓 它的樓底會比我們新樓高很多 因為新樓大概只有237cm左右 240cm左右高的樓底 但是舊樓有時可以去到14m左右 我都見過 所以如果這間屋 就算它可能面積小 小面積小一點 但是它樓底高 給到你的空間感 反而會更大一點 所以舊樓有這個好處 你新樓就真的很難很難 有樓底高的新樓 就算有 也可能只有一間房兩間房 就不會全間屋的樓底都是高的 這是此其一 此其二就是 譬如一間屋去跟車房 新樓就很差 它的車房 經常是拍不到一架 正式的私家車進去 可能拍到一個Smart Car 或者拍到一個Mini Cooper 但是想拍一架五門房車進去 幾乎是不行的 舊樓一般的Garage 都可以拍到一架車 尺寸是正正常的 而新樓很少是正常的 除非你買的比較貴 另外第三就是那個花園 舊樓的花園 一般來說 都是較為大的 而新樓的花園 就會較為小 因為你知道 新樓規劃的時候 有一個建築者 他一定會 每個花園都差不多 越貴價錢的人 他買回來那間屋 花園一定會越大 但是他一定會有一個規劃 不會讓你超出那個範圍 所以 新樓很多時候 花園都比較小 另外就是 其實門口 泊車的位置 舊樓有時候 都會比較多 有些新樓 其實真的很窄 那些車都泊在街上 很多舊樓的地方 其實門口的DRIVEWAY 都會較為闊落 這些就不一定 但是 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比如我說樓底高 其實很多舊樓 甚至只有150萬 860萬左右 那些舊樓 譬如是MID TERRICE 只有兩房三房 他的樓底都是高的 即是可能去到三米左右那麼高 你在新樓是絕對做不到這件事 所以 舊樓都有他的好處 這件事 我就沒有正式一個科學統計過 真的憑我自己經驗 看樓經驗 和自己用過經驗 舊樓區的網速 平均一般都是比新樓區快 為什麼呢 我就以VIRGIN MEDIA來做比喻 VIRGIN MEDIA通常舖到的地方 都是一些已發展的區域 多於一些全新樓盤 我很少聽到全新樓盤 本身已經舖到VIRGIN 很少 另外就是 新樓盤到2017年之後 開始起的樓盤 先規定它一定要有FTTC Fiber to the Cabinets 即是那條光纖線 一定要去到交易點 交易點可以經電話線去你家 最少不可以低於50MB左右 這是2017年之後的要求 就是希望全英國光纖化 但是2017年之前 起的那些新樓 新型樓 有些是網速慢到瘋 5MB、2MB都敢死 你住在那裡真的想死 家屋很漂亮 每天對著Netflix都開不了 YouTube都開不了 Facebook你都開不了 現在不用Facebook 用MeWi MeWi你都開不了 你是否想自殺 香港人真的接受不了 所以舊樓區 一般來說 過網速 FTTC一定有 幾乎 VIRGIN MEDIA 也是很大機會有的 另外那些什麼GIGA FASTBOARD BAN 或者BT的一擊光纖寬頻 一般在那些地方 都是較為快些會有的服務 所以選舊樓的時候 你會比較多選擇 如果你選到一間對的 你都很肯定 其實大部份時間 它的網速都會比較快 但是如果你新樓的話 有時候你真的要看清楚 或者是幾年樓齡那些 試過的 有些買五、六年樓齡的朋友 出來家裡只有2MB 2MB 不要說現在的年代 2000年只有2MB 你都會哭 所以大家就要留意了 希望大家覺得 我今天的影片 有些用 可以幫到大家 決定到底是買新樓 還是買舊樓 如果你還沒決定 不要緊 我接下來還有很多其他影片 都會圍繞著 談一下買樓 找學校 諸如此類 都會說到 另外 下一條影片 應該會有機會 就是買新樓 有什麼好處 因為我之前也說過 買樓花好像有很多問題 但其實買樓花也有它的好處 或者是買新樓 新樓也有很多不好的地方 但也有很多好的地方 我們也可以一起探討一下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部影片 記得Like、Share和Subscribe 記得按鈴鐺 下次會知道我什麼時候出片 下次再見 拜拜